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各位就可以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点个赞 给杰帅一个精神的鼓励 如何订阅呢 右下角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麻烦各位一样动动你们手指头 现在就可以点击这个小铃铛把它打开 就可以每天收看到杰帅的直播节目 身边有亲朋好友 如果有在操作期或跟选择权的话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直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的11月7日开盘开在17161 先往上拉高了将近100点的幅度 再往下灌杀250点 这个真的是大喜三温暖的一个行情 那当然以今天行情来讲的话 开盘的时候其实气势确实是非常强 不但开高而且再拉高100点 所以今天早盘基本上是蛮强的一个格局 但是来到了高档地区17255之后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卖压 然后再往下灌杀这251点 形成了两段行情 第一段行情大概100点左右的行情 第二段行情比较大 有250点左右的行情 这两段行情总共350点 那么到底要怎么操作 才能够顺利的把今天的行情变成钞票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开盘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站错边 如果开盘跑去做空的话 虽然说后面这段行情跌幅有250点 但是问题你开盘去做多 早上冲高100点的时候 你的空单早就已经停损掉了 甚至于有可能停损在这个高档地区 然后行情才杀下来 这个是一般投资朋友 早上如果站错边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早上第一个 你一定要看对边 你一定要站在多方 那除了站在多方之外 你还必须要在这个高档地区 把多单卖掉之后 接着再放空下来 那么这两段行情才能够顺利的都变成钞票 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在今天一开盘 能够看对而且做对呢 其实当然我讲过了嘛 其实现在一段你只要每天有收看结帅的直播节目的话 我都会跟你分享一些看盘的小技巧 比如说像以今天开盘来说 跳空开高了 到底应该要逢高站在卖方 还是跳空开高之后继续去做多呢 其实在这地方我分享一下我的看盘的一个方式 基本上每天开盘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看这个日线图 还有一分钟K线图 那日线图的角度怎么看呢 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说明 以日线图的角度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 你只要看一条线 就可以知道应该要站在多方还是空方 那这条线是什么线呢 就是所谓的五日均线 来这条蓝色往上扬的这条线叫五日均线 其实今天跳空开高的时候 气势真的蛮强的 为什么 因为跳空开高在17 167 甚至于它已经穿越了前波的一个压力 17 160 所以在今天早上其实是 真的是蛮强的 这个强度其实 甚至于穿越了前波的一个压力缺口的压力 我认为就是今天早上一定是会往上冲 那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 它一跳空开高 就在五日均线上方 那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只要开盘的时候它在五日均线上方的话 那不用讲了那一定是多方控盘 那多方控盘之外它甚至于还突破了前波的一个缺口的压力 17 160 所以今天早上 我个人怎么看都知道它会往上冲 所以我在这边写了一句话 开盘价突破前波的缺口压力 17 160 所以今天早盘多头 势如破竹 各位为什么早上还会再冲100点 因为一开盘它就直接穿越了17 160 所以它一定还会有一段涨幅 它不可能直接就灌杀下来 要灌杀下来也是涨了一段之后 行情涨多了 它才会拉回做一个修正 所以今天早上其实这行情你只要有日线图 以及按照我的方式的话 你基本上你就会看对而且做对 再来那现阶段如果说多头格局没有破坏掉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反压 看要看哪里 很简单 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点叫17 497 如果你有操作波段多单的投资朋友的话 现在手头上还有多单的话 我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前波的一个反压 现在要最高来到17 497 当然今天这个17 160 它是出现一个弹花一线的一个格局 基本上可以说是有突破但是没有站上 所以基本上有两道关卡你可以去观察 第一道短线上的一个关卡 还是停留在这个17 160 如果17 160旅工不过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卖压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那当然比较长途比较长远 以比较长波段来看的话 长波的一个压力点 其实还是在前波的高点17 497 所以现阶段如果你要观察压力点的话 我个人认为可以观察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这个17 160 这一关如果能够站稳的 手稳的再来看这一关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一关还没看稳之前 如果你手楼上有波段多单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一些减码 然后拉回的时候再去买进一个所谓的多单 那当然支撑不用讲了 还是在这个地方 前波月线的支撑在哪里 各位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过了 16 731嘛 对不对 你只要看我直播节目的话 这个价格我应该是讲得非常清楚 好 这是日线图的部分 那一分钟图又要怎么看呢 来各位一分钟图就更简单了 如果说你身上没有任何的操盘软体 或者你本身对于技术分析比较陌生的话 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 你可以运用10分钟均线 以及30分钟均线 这个在之前我有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这个10分钟均线跟30分钟均线 基本上在开盘的时候你也能够简单的看出今天的一个方向 怎么看呢 来各位 只要运用这两条线 你今天就可以发现 今天开盘的时候10分钟的均线 以30分钟均线 都呈现一个上扬的一个状况 那上扬就算了 它还出现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第一根K棒出现时 这两条线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因此如果运用这个方式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今天的多方趋势 我指的是早盘 一开盘的多方趋势 它是非常明确的 它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有这些简单的技术指标来判断行情的话 我相信你今天在早上是不会看错的 那如果万一你没有这些资讯的话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路影片中的这些LINE的一个QR Code 扫描它 你就可以免费每天在盘中 得到我这一份技术分析的教学资料 我讲过了 其实我做这两份资料 最主要目的就是在分享 我并不收任何一毛钱 那做这两份资料的用意是什么 我希望分享给我群组里面的好朋友 那我的群组的LINE 其实就在我头顶上方的一个QR Code 你也可以免费的来加入 任何一个人 只要免费加入这个LINE之后 我基本上每天的盘中 只要完成了这技术分析的教学资料 我就会主动 主动传到我好朋友的LINE里面 也就是说你今天拿出手机 你加了结帅的LINE之后 你只要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从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任何一个交易日 我再讲一遍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我们盘中 盘中当然不是收完盘 盘中就会传给大家 就会免费分享 那当然免费分享 你也可以拿得到 这个都是完全不收费的 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每天盘中免费分享 只要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就能够轻易的取得这份资料 那当然 我们取得这份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要赚钱 不是来求学问的嘛 毕竟参与这个金融市场 尤其是奇卧市场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为了赚钱嘛 那既然为了赚钱 当然就一定要实战 才能够赚到钱 所以有了这份技术分析教学资料之后 我们还要看一下 我们的实战怎么做 好 那以今天来讲 如果说开盘就知道 站在多方的话 那又要如何 简单的知道说 开盘下就可以做得多勒 很简单 我们的系统 基本上我跟大家介绍过了 大探级期货系统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做闪电指标 这个闪电指标 其实就是运用了技术分析 的一个方式 完成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在每天的8.45分 一开盘就立刻判断出 正确的多勒方向 那判断出正确多勒方向之后 自然而然开盘下就可以直接进场 也就是说 你就算真的不懂技术分析 也没关系 你只要使用大探级期货系统 去从这个闪电指标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 今天开盘下 到底应该要站在多方 还是站在空方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指标 是当充必备的领先指标 既然刚刚跟大家讲了 今天的10分钟均线 以30分钟均线 在一开盘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而且5日均线 在今天一开盘 它就站上 它这个K线 就直接站上5日均线上发 就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 那所以今天开盘下 该怎么做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要做多 所以我们今天的闪电指标 直接告诉我们的会员 闪电做多 117 167 所以使用这个大碳级期货系统 基本上今天开盘价 就不用想了 多单就直接进场了 因为有太多明确的一个讯号 要告诉我们开盘价就要做多 所以今天17 167的多单就直接进场 那这个一笔单绝对做得到 除了这笔单进场做多之外 来 结算在9.05分的时候 一样也带领会员朋友 试驾做多 那我们把完整的简讯 做一个分享 11月期指目前的报价 117 197附近 熟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试驾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词 这是今天早上9.05分 我们全部所有的期指当中会员的讯息 我们试驾在17 197做多 两口大台词 来各位 开盘价叫17 167 我们的简讯会员在17 197做多 是不是总共做了两笔多单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系统大碳级期货系统的 碳级当中指标 在今天开盘没多久 也是出现了做多的讯号 然后来到高档地区 才出现一个多单 提醒的讯号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我的简讯会员 或者是大碳级期货系统的用物 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你都绝对会站在多方 你绝对不会站错边 保证百分之百 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看指标 或者是看简讯 今天早上唯一的方向 就是做多 你不可能做错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当然做多之后 我们都晓得 这个做多上去 这里出现一个停力提醒 那这个价位 基本上就一定要停力掉 否则 跌下来的时候 这个多单一定会停损出场 好 那结帅到底有没有带领会员朋友 把它停力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高 叫17 25 在9点21分的时候出现 好 那结帅有没有通知会员 多单要出掉呢 来很简单 看一下这个9点32分 9点32分 我们的简讯 基本上 这个软体会员 我们都有通知会员说 这个要在17 224 把这一笔多单把它停力掉 那为什么会通知会员 在17 224 要把它停掉呢 原因是什么 出场的依据是什么 很简单 出场的依据就来自于 这个短线的压力 短线的压力在哪里 17 224 那这个17 224 基本上呢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一定有发简讯 来通知我们会员朋友 通知他们出场 那当然通知出场 我们都知道有两笔多单 一笔多单涨114点 另外一笔多单还是小涨54点 那出场的依据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系统 所算出来的压力转折 17 224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把多单出掉之后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就是干什么 就是要放空嘛 那如果你有大碳级期货系统的话 你今天会在17 224 去放空两口大台子 那放空之后我们都晓得 这个行情最后就跌到哪里 170 47 最低还杀到170 4 差一点跌破17000 但是没有跌破 那最后我们很简单 我告诉我们会员11点34分 所有软体的操作点位 我们一律只操作当中 完全不要流仓 只要没有打到50点的停损 一律收盘价出清 明天再操作 所以讯息搭配软体 今天多空双向操作 来 首先早上先做两笔多单 来到系统规划的压力 17 224把它出掉之后 一笔多单涨114点 另外一笔多单涨54点 最后这个17 224的空单 收盘价出掉 再跌354点 形成了三笔交易 共计涨跌几点 522点 除了这522点的涨跌空间之外 当然今天是礼拜二 礼拜二可以做什么 做选择权 我讲过了礼拜二跟礼拜三 是选择权的最佳进场时间点 对不对 因为很接近结算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大行情 基本上你都会有机会赚到价差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选择权今天的操作 既然今天早上开盘价就必须要做多 所以选择权今天应该怎么做 当然是买进买全嘛 买进买全17200 来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我们来看一下简讯 9.06分 10月第一周的选择权 17200的买全 报价在70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进20口 买进20口 那买进20口的话 这个资金只要7万块 7万块 那买完之后 当然今天的最高是冲到哪里 92点 如果这个92点 来到的这个高点 你没有把它出掉的话 基本上今天收盘的时候 就已经剩下8点 那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结帅 一定要通知会员停立掉 这笔单才能顺利赚到钱 那么结帅到底有没有通知会员出场呢 看到9.09分的简讯就知道了 选择权当中班手上 11月第一周选择权 17200的买全 70点的部位 我们今天建议短线操作 挂90点出场 那为什么要做短线 我们的多单我们都知道 今天的压力转折在哪里 17224嘛 我们系统算出来的嘛 刚刚各位有看到那个系统的画面嘛 所以同样的选择学也可以做短线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短线哦 这个短线基本上 你70点买20口 90点出场20口 你的7万块 就可以在今天变成9万块 而且是多久的时间 各位 我们是在9点大概05分左右进场 这里叫9点21分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赚了2万块 15分钟时间赚2万块 我想这个对于小资族来说 是一个CP值很高的一个操作策略 因为今天早上 其实那个多单冲上去的那个幅度 也大概只有100点 然后我们可以运用选择权 这个高杆桿的商品 基本上在短短的15分钟内 也掌握到2万块的机会 等于大台词的100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CP值非常高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小资族一个建议 其实基本上 你只要跟着结帅来操作的话 我相信就算你的资金并没有很多 但是利用选择权这种高杆桿的特性 尤其是在礼拜二礼拜三 行情波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你只要做对边 其实每个礼拜都绝对会有收获 而且是蛮稳健的哦 你懂我意思吗 是每个礼拜你都有机会赚到这些价差 那明天礼拜三嘛 结算日嘛 我相信明天行情波动幅度也一定会很大 各位来到1万7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没有 就是波动幅度最大 那波动幅度大就是对于期货人来说 你们的机会就是最大 所以在这里基本上不要乱做 波动幅度大虽然可以赚到的钱 机会很大 但是相对的你做错赔大钱的机会也很大 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跟着专业的方式 跟着专业的操盘手来操作 你才能够把行情变成操票 好 在这地方选择权做完之后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机会可以赚到钱呢 当然夜盘也有机会赚到钱了 现在有很多投资朋友不但日盘要做 夜盘也要操作 那夜盘要怎么做 基本上还是要一个依据嘛 对不对 不可能说夜盘不需要依据吧 任何一个操作金融商品 你都需要一个明确的依据嘛 那这个依据我讲过了 如果你属于有做夜盘的投资朋友的话 我再讲一遍 我们的大碳级期货系统真的是很适合你 为什么呢 因为大碳级系统里面有一个碳级当中指标 这个碳级当中指标它包含了日盘跟夜盘 那日盘跟夜盘基本上你都可以使用这个指标来操作 而且这个指标它只有一个周期叫三分钟指标 它是一个单一指标三分钟指标 所以你没有太多选择的困扰 基本上不会像其他操盘软体一样 有一大堆的指标 一大堆的参数 一大堆的周期 让你的无所适从 我们这套系统所设系出来的碳级当中指标 它就只有一个指标叫三分钟指标 所以基本上你不会选错 你也不会看错 因为只有一个指标 那日盘夜盘都可以操作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行情 那清楚简单容易上手 你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 虽然只有一个指标 但是它有两种做法 我们都来做一个说明 首先第一个做法就是跟着碳级箭头进场 什么意思呢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的时候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的时候 空单就可以直接进场 那什么时候可以出场呢 当你看到亭力提醒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部位就可以获利了结出场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昨天的夜盘到今天日盘 所有的交易讯号我们全部做一个揭露 先仔细听 我们这个交易讯号跟会员所看到的交易讯号 保证百分之百一模一样 因为我刚刚强调了 我们这个是单一指标 所以你只要是这个系统的用户 你基本上你所看到的画面 绝对跟我在这个影片中所讲的画面 绝对百分之百同步 好的 昨天的晚上夜盘 总共出现了三次交易讯号 夜盘出现了三次交易讯号 通通都是做多 来 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当然昨天的夜盘 非常的这样 行情非常的平静 并没有很大的波动 但是在这地方 我想要顺便来告诉会员朋友 如果说你有做夜盘的会员朋友的话 跟着做你发现到了晚上的夜盘没有什么所谓的 听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 你可以没有赚钱也没有赔钱的情况之下 在夜盘收盘的时候自行平仓掉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真的做当充的话 昨天的夜盘这三个交易讯号 基本上你不会赔到钱 但是你也不会赚到什么钱 可是第二种做法 你就会赚很多钱 第二种做法叫什么 隔日冲 那第二种做法的方式很简单 如果说真的没有看到天地提醒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流仓 隔天再平仓 那这个流仓仔细听要怎么流 当隔天一开盘所出来的讯号 跟前一天晚上的讯号是同步的时候 这时候你手楼上的部位就可以续报 不要动 甚至于有资金的还可以再加码做多 一直到这个多单天地提醒出现的时候 你才全部把它做一个平仓的动作 这样的话你会赚很多钱 比如说昨天有三笔夜盘的交易资讯 夜盘的交易讯号全部都做多 如果你全部做隔日冲的话 第一笔单你会赚161点 第二笔单也是161点 第三笔单156点 通通都做隔日冲 这三笔单加起来就已经超将近500点了 接近500点了 再加上今天这笔41点的短线多单 绝对超过500点 所以按照这个箭头来操作的方式很简单 夜盘如果没有出现停地提醒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留隔日冲 你可以做隔日冲 或者是当天夜盘最后的时候自行平仓 都可以 那当然今天的日盘就很精彩了 除了做多这一段有41点的机会之外 还有一个放空的讯号 这个放空讯号叠到这个地方 空单停地提醒的时候可以赚几点 赚他93点 所以基本上把这几笔交易 12345笔交易全部加起来 大概将近600点左右的价差空间 是不是非常的棒 所以只要跟着讯号乖乖地做 基本上就算你没有任何技术分析的一个背景 或者是怎样 底子都没关系 跟着讯号来做 因为这一套系统 我们就是用技术分析的方式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大家放心地跟着它操作 那第二个方式 跟着碳级星星进场 好 所谓的碳级星星就是停地提醒 当你看到多单停地提醒的时候 代表已经涨很多了 这时候空单就要进场 当你看到空单停地提醒的时候 代表行情已经跌很深了 这时候多单就可以直接进场 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出现一个 所谓的多单停地提醒 那这个多单停地提醒 是不是代表已经涨很多了 没有错啊 今天早上1725就涨很多了 那1725这个高点 跌下来就要干嘛 当然要放空嘛 如果你跟着放空的话 今天这一段价差 将近200点 你就可以把行情变成钞票 而且很简单 看到停地提醒的意义 你就知道要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这里放空 这里回补掉 200点 将近200点 不到200点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它放入口袋 因此在这地方 行情波动很大 尤其明天是这个选择选择结算日 欢迎各位想跟单的 今天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预约跟单 我们的大探级期货系统 期指当充简讯 选择选当充班 都欢迎各位来预约跟单 迎接美好的大行情 那如何预约跟单呢 很简单 只要透过亚洲投顾的 0800370888 免付费电话就可以来电预约 那如果要加入结帅Lite 取得结帅免费的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小老鼠A957就是我们的ID 或者是扫描QR Code都可以加入 节目接近尾程的时候 还是要提醒大家 帮结帅一个小忙 帮结帅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订阅分享 简单跟大家再做最后一次的说明 这是影片的画面 左下角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现在各位就可以动动你们手指头 在看完影片之后 可以结帅按个赞 给结帅一个精神的鼓励 那如何订阅呢 右下角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一样动动你们手指头 把这个小铃铛点下去就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每天就可以收看到结帅的直播节目 身边有做期货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直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可以了 那想加LINE 记得ID 小老鼠A957 或是扫描QR Code 有任何期货的专业问题 或者是操作问题 或者是入会问题 都可以利用这个 0800-370-888 直接来电咨询就可以了 好 很高兴会和大家 主持这个直播节目 那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全国都支援好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